蔡斌教练夏狠心 中国女排三人上线 两人离队 零应两大帮手 持援世界联赛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聊聊咱们女排在世界联赛当中 那么球队最新的一个换人计划 而如果你看完视频 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 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 中国女排的球迷朋友 看到直言的这条视频 接下来咱们就言归正传 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聊聊球队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换人消息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女排首战 土耳其比赛结束以后 关于女排队伍的表现 大家都是给出了不少的建议 不少的看法 因为不可否认 作为一支新的女排队伍 中国队本次世界联赛第一周期 整体的起伏表现还是比较大的 对吧 那么在前期三战拿下 欧美球队以后 第四场比赛 咱们是输给了亚洲球队 泰国队 这样的比赛经历 就看出了目前 中国女排队员的稳定性 还是有点提高 而且球队部分位置的人员 是需要有一些有效调整的 而且不仅仅是中国女排 其实在第一个分战比赛结束以后 最近我们看到 包括巴西女排 包括意大利队方面 都是有了比较大的 人员变化 那么尤其是意大利队 包括埃格努在内 球队四大核心全部回归 那么这就给他们在后面的竞争力 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和加码 所以可以看出 不管这些球队 他们刚开始是不是抱着练兵的态度 但是后续等到比赛深入之后 他们对于成绩的要求 对于冠军的渴望 是完全没有放松 所以同样抱着打进总决赛目标的中国女排 毫无疑问 咱们也得主动的去跟进 那么该变化 咱们就得动手 但是我们也都清楚 中国女排想要变阵 想要加码 难度是比其他国家队要大得多 因为别的球队入队可能都是一些实力比较强 那么都是国家队的核心老将 但是中国女排暂时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的朱婷张长宁 还在养伤的休长阶段 那么所以说现在更加考验蔡斌教练 他的一个气魄和胆识 而就在近期 关于中国女排调整计划 也是得到了外界曝光 那么这个变化的话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更加彻底 那么就在不久之前 根据外媒的爆料 中国媒体本次世界联赛 蔡斌在总结了队伍整体表现以后 是给出了三上二下的换人策略 那么具体得到比赛入围资格的 是咱们主公线上的王亦凡 重会和奉公位置的高益 而目前已经确认将会理队的 就是土耳其分战两大主公 金叶和王一竹 那么相信看到这样的人员变化 很多球迷都是有些惊讶 可能大多数球迷都能够猜到 中国队会辩证 会对于复工位置进行一些换人 但是没想到在主公位置上 蔡斌他也大胆的动手了 对吧 而且一次性就调整两人 那么这样的换人确实需要很大勇气 那么并且相比于金叶和王一竹 咱们心上的两大主公 王亦凡和仲慧 国际比赛经验都是比较一般 尤其是王亦凡 他应该是第一次代表中国女排去打比赛 那么这样的大胆启用就真的是给到了这些年轻队员机会 而主教练蔡斌做出这样的调整 也是看到了复工线以外 咱们中国女排在主公位置上 确实呢 两个在联赛当中以进攻著称的球员 没有带来非常积极的表现 那么把机会给到其他人 或许能够收到一个奇效 像王亦凡今年虽然只有17岁 但是在场上敢打敢拼 或许能够打出很好的一个效果 对吧 而作为中国女排核心队员李莹应 在蔡斌这样的换人之下 可能他也需要起到更好的带头作用 在年轻队员来到球队以后 李莹应需要把自己的比赛经验 传递给年轻队员 那么这样的话 就有利于他们迅速进步 解决女排进攻的问题 同样呢 我们也期待着女排本色调整以后 能够带来积极的效果 我们也期待着在下一战比赛当中 中国女排能够打响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留在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秋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箱上留言 去些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